那里芝大学让我满不满意呢 我非常的喜欢里芝大学 就是我觉得学校的资源 当然就是你来读一间学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学校呢因为里芝是属于大型的学校 它的资源呢跟它的层级分类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其实可以得到帮忙啊就非常的多 例如学校图书馆就有提供一些就是workshops 你可以去就是针对你的一些英文的写作啊进行就是进行加强 然后他们也会免费帮你看你的你的draft你的草稿 就是你论文写完它你可以跟它预约时间然后去看你的草稿 就是在就是很专业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你未来职业发展上的一些辅导 就是他们有个地方叫做career center 所以你去那边的话呢它可以帮你免费修改cv 然后还可以就是 嗯 帮你预约模拟面试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相对你 附学费里面你一定可以享受到的一些服务 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然后图书馆的话一共有三大节 所以你虽然在就是考试啊考试时间 这还是会难找到自己读书的空间 但是平常的话其实是你可以就是到学校图书馆就自己待着 然后真的是采光啊 然后整个设计都会让你觉得说图书馆其实没那么无聊 然后你还有很棒的就是 嗯 小组讨论的空间 这些都是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一开始来就觉得很惊讶很惊讶的地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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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剩下最后一口了 那这一口呢就顺便来讲 最后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关于李滋这个地方 嗯 我觉得就一个学生来说 住在李滋 非常的方便 首先就是交通费非常的节省 因为李滋的市中心很密集 那又离大家主要 如果不是住市中心的话 其实你住市的位置你可以选 就算20分钟走路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交通费就是 嗯 不需要花费太多 然后又可以就是 走路啊 散步 除了天气很冷的时候 当然就是 可以交Uber 但是交Uber也不会太贵 因为毕竟很小 你走路20分钟 Uber大概就是5分钟 所以不会花超过台币200块 就是单趟 就其实还算蛮合理的 所以其实 我觉得李滋的程式机 是让我非常喜欢 那当然我不喜欢的就是天气 就常常 嗯 例如昨天好了 昨天晚上就下雪 就这两天天气就很怪 但是他下的雪呢又不会就是 变成 让整个城市变成 白色 一个 整个都是白街 白脑你可以堆雪人 就只是很丑 就是 雪跟雨夹在一起这样 然后又 又很冷 但是今天早上一突然就 天空就非常湛蓝 就是 就是完全搞不懂 李滋的天气到底想讲什么 就是因为我天气正常让人家 就是完全难以预料这样 所以就除了天气 然后 冷 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 李滋真的还蛮适合学生去做的 嗯 所以 哦哦 哼 所以说 嗯 大家如果 有考虑要来读大学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李滋大学这个 这个 这个大学群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Have breakfast with me 嗯 如果有回答到大家一些 想要知道的大学的资讯的话 就非常的高兴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就是 这只是第一集 所以可以留言 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哪些资讯 那 如果你也是在英国读的 读书的 学生的话 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的学校啊 你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 那 就 期待跟大家下次见面哦 哦 别忘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呢 可以订阅我 加开小铃铛哦 那 我们就下次见 bye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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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